大家好,欢迎来到阳光新西兰 今天天气超好 我把花摆出去的时候呢 就看见路对面 又有运动俱乐部 体育俱乐部在举办什么活动了 应该是这个马拉松俱乐部 我看到很多人在跑步 迎面走来几位帅哥 不敢多看呢 我这个人呢不太爱运动 这个马拉松呢更是让我匪夷所思的 我这辈子是不会参加的 好了不看了赶紧回家干活吧 顺便给大家看看 这就是我们的这片小区 对面呢就是大海 这个湖呢连着海 然后马路对面呢就是我的家 这个门口摆花亭的那个 就是我们的房子 hello 虽然我不爱运动啊 但是整天住在这 你看对面又是跑步又是遛狗的 不免呢有些受到熏陶 不过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在院里孤的 给大家看一下远处这棵最高的树呢 就是夏威夷果 去年呢结了差不多十来个果子吧 第一次结 结的不是很多 今年呢我看它开了很多花 然后让大家看看这个夏威夷果 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很可爱呢 今年呢就比去年结的多一些了 肯定不止十个了 斐济果树呢也正在开花 看着满树的斐济果花 每年呢这两颗斐济果都会结很多的果子 这个斐济果的花的花瓣也是可以吃的 非常的甜 再带大家看看我的花园菜园 左边是花右边是菜 来到农场 也是一片春光灿烂的 这两只羊太开心了 另外一块地呢 草长得太高了 打开门呢 让这两只羊进去吃草 这就叫轮木 这些白色的小花呢 也是一种野草 但是羊好像不爱吃这个 我有时候捡来做花树用 今天呢就捡一把 花香扑鼻 奶香四溢 羊奶我们家是这个管购了 这个羊奶呀 除了我们家人喝 狗喝 还有一个奇妙的功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奶瓶啊 每次我洗的时候涮奶瓶的这些水啊 我都倒在这棵香蕉树下面了 我这样每天倒每天倒 造成了什么后果呢 就是这种后果 一般来说呢 不建议这么一簇香蕉树啊 留这么多棵 因为它营养供不上了 它可能只能供一棵 结果呢 结果呢 大家看我这棵香蕉树 这边正在开花结果 然后这棵呢 又在开花 就等于同时供着两棵 这些应该都归功于啊 这些羊奶了 中午的时候呢 多了点云彩 看看花卖的怎么样吧 这两天花卖的不怎么样 那天大卖过之后啊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情况了 估计我周围的市场呀 也饱和了 看看有多少钱 没有纸币 只有些硬币 不过现在时候还早啊 这个放学啊 下班的高峰还没来呢 先回家休息一下 这边这棵琵琶树 之前我跟大家说过的 我家那棵怪兽琵琶 还剩最后一棵琵琶 今天把它摘了 回去享用一下 最后一棵 孩子们放了学之后呢 又开始马不停蹄的 送各种这个补习班了 今天呢 送老二去这个 戏剧客的补习班 这是我们家附近一个小剧场 坐在车里休息一会儿 突然发现旁边这棵树上有两只小猴子 带老三出来活动活动 这个剧场啊 别看小但是麻雀催小 五脏俱全 这个音乐剧现场啊 都有自己的交响乐团 我们经常来看演出啊 改天有机会给大家录一期 这些小猴子还在这儿爬树呢 等忙活完了孩子看看 这个下班高峰也过了 看看花卖的怎么样 下午有点阴天 还有一点毛毛雨 但是应该不影响卖花 哎 这上面还有一个小蜜蜂 开箱时间到 看上去貌似有20块钱纸币 把硬币也都收了吧 差不多30块钱左右吧 上次一天卖100多块钱那种盛矿 恐怕短期内不会再有了 这最近每天都是20块20块 虽然没多少钱 但是每天的菜钱有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